今天我們會針對第二本書 《中國語多條史》舉辦第二場的座談會 首先我們今天台灣商務的大家長 王春生董事長也來到現場 董事長跟大家換杯一首嗎 謝謝 今天活動我們邀請到兩位是這本書的編輯團隊 第一位是薯仁大學的林德巴老師 然後為了一位是師匠大學的沈宗憲老師 我們要同樣比到下一本書的座談會 我們邀請到三位位於教學現場第一星的工業老師 來出席非常大的經驗 第一位也邀請到百橋東中的張兆祥老師 第二位邀請到建國中學的莊正仁老師 第三位則是詠春高中的唐玉凱老師 第三位則是詠春高中的唐玉凱老師 那因為我們原本是有邀請到建中的黃春生董老師出席 那他上個禮拜約有公募今天剛好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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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建中的莊德仁老師還有詠春高中的唐玉凱老師 所以建中的莊德仁老師還有詠春高中的唐玉凱老師 他們是活動在前一個禮拜左右臨時叫我們邀請 他這麼感動之下他們願意出席 真的是非常謝謝這兩位老師的幫忙 那發言不多說 我們邀請今天第一位府人大學的莊德仁老師 來為我們分享 我想歷史交通所有的問題一直以來 都是世界的很重要的一個優秀 譬如說基本上你可以看左邊的這個照片 大概是因為普及會上海之後改變了教科書 所以引發了很多的看意 那另外右邊的這個圖像是以色列的歷史 那教科書他們強調的就已經不是在教義 而是在歷史實施的呈現 那我想不僅是這兩個教科書 所有的教科書的改變都會帶來很大的一些衝擊 所以我大概分成幾個部分跟各位介紹 第一個就是我稱這一次的英文大科單為 台灣教科書的革命運動 因為在過去雖然有多次進行科單的一些改寫 但是從來沒有像這一次幅度那麼大 不管是內容還有各方面 所以我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紹 第二個部分 我稍微介紹一下 這次普通高中的歷史 到底高中的歷史是怎麼樣設計 第三個就是我為什麼要組兵這個論文集 還有怎麼去解剖它 我想各位老師會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就是覺得在教學的現場上面有時候會有一點亂 不知道怎麼樣引導學生企業股 所有的歷史有不同的面向 不管是中國大陸、台灣也好 都會改變一些教育的內涵 我一直認為歷史是一個可被專辦的姑娘 每一個執政者都想藉由歷史教育來灌輸他個人的一些理念 所以從八八課竿以來 我剛好參加了幾個革命時代 第一個就是最早期不斌、北俄時代 我們當助理 就是剛剛李博奇老師他們有助理的時候 有參與不斌、北俄時代 然後到八八 八八是第一次 我記得我們編了正宗教科書 我們那時候跟虎春惠老師編 然後編了一策以後就謝田再聯絡 因為賣得不好 所以之後就沒有再編教科書 一直到這次漢語 哈招改編 所以從八八開始到九五、九八 到一零一、到一零四、一零六 這樣的改變 其實我個人覺得都是在織節末頁上的改變 譬如說要不要稱日記 或者叫日治等等 或者台灣使得天狐要多少 然後等等 我這個改變都不是那麼大 因為稍微調一下 然後面容時程上面稍微改一下 大概不會影響到整個教學現場 也就是我們舊的跟新的 看起來應該適應性都還蠻大的 不管是九五、九八或者到一零六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意識形態的東西在那上面 但是就教學現場來看的話 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它反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而不是我們教學現場的問題 所以我比較關心的是學術的教學現場 政治的現場都不是我們能夠關心的 或者我們能夠改變的 為什麼108是一個台灣教科書的革命時代 當初他們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我有跟國教院的一些審議委員 還有一些所謂的制定客單委員做一些溝通 但是成效不大 我們都知道其實他們有既定的立場在做 不管是開個機場、工廳會等等 改變他們的東西其實都只是一個微微的改變 為什麼這一次會有那麼大的改變 第一個 它把最新的歷史的概念加在108課刊上面 那這個最新的話什麼叫最新的 其實歷史的東西的話 我們都知道歷史的研究沒有所謂的新跟舊 而是那個研究的一個概念性 譬如說群眾性、人民性 譬如說國家正義、轉型正義、國家暴力 那過去我們在歷史學習上面的話 根本不會去談什麼國家暴力的問題 但是這些概念全部都進來了 還有勾演、還有婚姻動態 什麼叫婚姻動態 他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我們現在現場在國土進行的演講 那可能在另外一個日本或者韓國也 正在舉行這樣一個演講 或者同知性的東西 那你就要去了解一下 日本、韓國他們的一些狀態 而不是只有在我們現場上面 這個叫婚姻動態 意外所謂的中興論被砍壓的挑戰 過去我們傳統的教學上面 有一個中興的主軸 譬如說曹蓋的變遷等等 譬如說用漢文化為主軸 就是五胡亂華 後來說不是五胡亂華 是華亂五胡 他說現在也不是五胡亂華 或者華亂五胡 而是衝擊文化非常漂亮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過去的一個中興論 或者曹蓋論 或者主軸論之下的話 我們很能夠掌握 魏晉南比潮就是清行 就是思想 然後隨行就是制度 然後就是怎麼樣 他說這個都不是 因為你們忽略了所謂的勾引性 那我那時候 其實我這樣講已經非常學術化 或者非常白話 我那時候跟AP委員們講說 我們大學都不敢這樣抄 請問你們怎麼樣去抄 這些高中老師跟高中學生 他們說應該就是要改變 好那改變的結果就是 你們學長很難 也想要來這邊給你們看看 那原因的話 非常的簡單就是 我根本沒有要適應這些新的東西 我今天跟學生講說 勾引觀點 中興論已經被挑戰了 然後群眾性應該怎麼樣 那請問學生 他有沒有辦法跟上高中 所以我為什麼會認為說 這一次確實是一個 台灣教科書的一個革命時代 那這個革命時代的話 在明年的大考 就是另外一個考驗 大考的題目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就是我們也有很多新的東西 我很喜歡我們老董事長這一段話 威脅霧門老看 揍人襲擊同心 這是我們晚英老的書法 掛在我們晚英武基金會上面 他的書法或者各方面的話 是很難辨識的 包括康樂字記 我很想出版康樂字記 可惜我看了很多康樂字記寫的東西 我實在沒有能力去出版康樂字記 因為他這個寫的很亂 可能摸掛他的孫子在內 都看不懂 但是我很喜歡這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必須要用新的東西 我們也認為在歷史的教學現場上面 各位老師都是一個非常新的 很願意嘗試 那我也跟寫人講說 你們基本上寫論文說 必須要三星兩億 什麼叫三星 第一個要有新史料 第二個要有新觀點 第三個要有新方法 這叫三星 兩億的話就是 你這個東西的意義 還有你的意境跟反思 那如果說你的論文 或者我們在教學上面的話 也能夠告訴他們說 我給你的東西 譬如說我用GIS來討論 某些區域性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那他們會覺得 哇這個東西非常的科技 非常的先進 那當然是很好 但是問題我們可以提應過 我常常講說 你這個東西的話 交出去不是7個 而是10個命 你如果不懂GIS 或者你不知道 三角問證方式的話 你怎麼去操作 這就是我們命名的携手的困境 那當然 戰爭也不一定是壞的 所以你如果看第二冊 或者將來的專題 他大概就有一個戰爭的一些專題 那這些戰爭不一定 戰爭是所有的父親 但是 他也會帶來的迫害 但是也會帶來另外一個新的建設 那德國總理 那個 Brandin 在華沙 看到紀念編上面這一櫃 就代表一個戰爭後時代的來臨 包括我們可以看他 德國博物館 那個 那些人類的油害博物館 他就是一個緩絲 緩絲人類的文明 緩絲人類的一些問題 而這樣的緩絲 他不像南京大古梢紀念館 那樣 刺繞繞的很明顯的 讓你覺得很悲欺的一個感情 反而 這個博物館 會讓你有一些緩絲性 在那上面 我覺得在整個高中的108課端上面的話 他確實有一些改變 而最大的改變的話就是 肝跟審合一貫徹 過去以來 制定肝的跟審查的 根本就是分開的 你只要制定肝的 你就不能審查 你如果是編了 你也不能進到審額領域裡面 或者肝額領域 今年不是 108不是 我們知道 很多肝的測定者 就是後來的審查者 所以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也沒有錯 因為 他們很怕說 到時候審查根本不知道 我們在想什麼 但是這樣的貫徹 譬如說 國教練他就會說 只要符合108課端 不會特別要求出版社 增減特定內容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自己本身是編整 被國教練退了多少次 改了多少次 改的東西 根本不是我們原來要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 大家都是好朋友 在學界的話 我們都是好朋友 可是 當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根本就是 要貫徹他們的東西 那這一貫徹的結果的話 就造成我們現在的一些 所謂的課本的行使出來 而且他們要求 從國小 國中高中 一貫化的思維跟問題 他覺得很多東西 你看現在的 國小的課本 歷史課本 教的有夠細 我看過我 我職兒的小孩 那個國小課本 我嚇了一跳 我根本 那個是我高中 才學習的東西 國小就教那麼細的東西 那你將來你們高中 怎麼教的下去 那個 所以我不知道 反正 以後困擾的話 大家 共同去承擔吧 然後 那個 最喜歡就是 他們希望說 我們有自主性 我們要勾勾性 社會參與性 和科教學 彈何容易 大家都認為 我們和科教學 歷史 地理 國文 各方面 各位在高中文現場也操作過 那或許一兩次還可以 你每個禮拜 或者每個月這樣操的話 不死人才怪 那個 所以有很多的 方面的話 就是說 你想飆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搞了 我們這些操作者的話 最後只好行禮如也 又回到原來 非常簡單的一個時間 高中的 普通 高中的歷史的設計 他大概來講的話 就分成 台灣、中國 東亞、世界 還有專題兩冊 它就會實作 而且 我可以告訴各位 將來這 幾冊的 考試的 分配是差不多的 就是因為他 大考中間的設計上面的話 他是用 授課的實施來做 醫技 所以 我們以前以為說 避休的應該考比較多 一、二、三冊 避休的 結果 沒想到 炭舊尾石座 所佔的比例是最高的 因為他的協分最多 然後我們有一次去反應 他說 也不是啦 炭舊尾石座 本來就是一、二、三冊 你那個 若冠位面容 所以也沒有關係 也算你們一、二、三冊吧 所以 但是 我要提醒各位 就是說 不要忽略專題 跟炭舊尾石座的教學 因為將來的考試 確實會從那個裡面考出來 而且 我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假設有五個版本 市面上有五個版本 或者六個版本 大考中心要出個題目 就是第七個版本 或者第八個版本 他才不管你前面 你這些版本怎麼教 我就是按照課竿裡面 我去弄一套 那個 考試的內容出來 所以 你們怎麼教 我們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去 那個 教寫生 另外 那個 大部分都用專題 那個 各位 操作過的 特別是 第一側的改變不會很大 第二側都是一些專題 等一下 仲先生老師會 那個 告訴我們 第二篇的移民的部分 那 我為什麼要編這個意思 叫特殊 說實在的 第一個 當然董事長對我非常信任 那我這個台灣商務過去 從民國以來都是教科書的代表 那我覺得我們來到台灣時期的話 那個雖然已經不是在編教科書了 但是我就跟董事長報告說 特別我們總統一級也同意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還是編一套論文集 可以讓高中端的老師有一些參考 我們都知道現在 論文集的出版 其實賣得得不好 因為 整體來講的話 各方面的論文的取得太容易了 所以基本上 編這個東西是有 有危險的 但是有挑戰的 但是我們覺得 這是我們的責任 第二個 我覺得 特殊是第二次 中國與東亞 換文運到 領域那麼廣 而且 不同的領域 為什麼 有很多版本的教科書 可能找了 一兩個老師就編下去了 那我在編我的 教科書的過程裡面 我找不同的寫者 因為你叫我去談上古的事情我不懂 所以可能就要找像陳世仁老師他們研究中國上古史 移民的部分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請沈中堅老師 另外就是 為什麼要編 就是希望老師跟學生都有業讀能力 然後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跟寫財大概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論文的原則 就是 潛維性 補充教材性 跟合法性 這是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些 真正的專業的論文 所以我找了幾個驗室 包括 王環正驗室 王明科驗室 張伊法驗室的文章 甚至 那時候我很想 我跟編輯團隊講說 我很想把喜洲營驗室的文章進來 這樣我們這個論文集就四個驗室 那了不起來 因為一個論文集能夠收集四個驗室 那是很偉大於工程 但是喜洲營老師的這一天 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以開展的話 因為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價格還有授錢的問題 所以我們則好遺憾 特別是像聯機主板社 他們有出了很多歷史的很專業的東西 我也覺得還不錯 可是他們授錢會一個字要一塊錢 我們一般來講 主板社是吃不下這個東西的 所以很多東西則好可愛 因為我們基本上必須要合法的取得授錢 這個是我們台灣商務一貫的一個立場 另外的話 各天以相關的論述來進行補充 譬如說 基本上 像那個所設的範圍非常大 像醫工貴資的民進交替與完全隊 在東亞視野中的考察 像這個都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他沒有授錢 所以我們後來就用延伸業務 因為我也聽趙翔老師他們的建議說 有些東西的話 到底跟我們課竿有什麼match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可以順便說一下 然後像那個Fairbank的費政經 他的中國志氣的一個行程等等 所以我們後來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然後最後我簡單介紹一下 怎麼樣去引導教學 第一個 理解眾議員被衝 你會發現將來的大考的出題 第一個 情境題增加了 業務增加了 勾選品增加了 那情境題的來源的話 就是基本上你要去理解 譬如說他可能告訴你說 如果有一群人都是年輕人 然後到一個地方 然後他沒有新家帶建 等等 請問他這樣的情境 是南北朝時期 還是民進時期 還是台灣時期的移民 那你就要去理解 而不是被說 台灣剛說1949年有多少人過來 你就不明白 所以你在教的時候 你就告訴他們 甚至不斷給他們刺激 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台灣式的教學是很困難的 我們在教學 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也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學生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不然就是沈默 沈默完了 你沒有辦法對話 沒辦法對話就沒辦法刺激思考 那高中間的話 也沒有辦法這樣去刺激他們去思考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你們不斷地去引導說 這樣的情境 那有可能會在哪一個階段裡面 或者是什麼樣的情境裡面發生的 不管是一首歌 或者一個現象 或者一個遊戲的game 它都是一個情境 而這個情境的話就是 你要去了解 譬如說 草原民族是怎麼樣生活的 然後 他民族是怎麼樣 周邊的政治體制是怎麼樣 譬如說 中華漫草的整個超穩運系統結構 從環帝到家族 儒家 官僚 這樣的超穩運系統結構 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人民在這裡面的話 到底他扳演了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常常跟國教練那些委員們講說 過去的一般的民眾叫做鬥民 鬥民不是他們難鬥 而是他習慣被領導的 而不是說 基本上 以前的行動運動就很高 然後就移來移去 沒事你幹嘛移動 可是你會發現 你如果從第二天來看 沒事 移來移動的一大規 那根本不太符合歷史的事實 可是他們卻認為說 這個才是人群移動的精神等等 所以我覺得要讓學生多一點閱讀 還有多一點思考 另外 解起知性的能力 你有時候在我們這個論文裡面 你可能解一段 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 你能夠解到什麼 因為現在的題目 過去我們出過考題都知道 就是你基本上有很多東西在提干裡面 就是答案已經在提干裡面 可是學生就沒有辦法解起到這個提干裡面的先生 為什麼 基本上就是文英文看不懂 然後閱讀也沒辦法理解等等 所以像現在 有很多高中老師可能習慣 我們還是用舊的教 我告訴各位 如果用舊的教的話 將來明年考試出來 你們會知道 學生會長到很大的苦果 因為新的考試方向 他確實希望你能夠精準的解起到 你所閱讀的一些東西 所以閱讀能力的一個培養 後面就是你要去解起 因為後面還有四位老師要分享 所以我大概就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各位 希望這樣的分享 對各位高正觀老師有一些幫助 那如果等一下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互相溝通 謝謝各位 我們在參與教科書的編轉 童話老師是我們的主編 很早很早我們就啟動了 我們這一個 我們不要講出版社 我們這個團隊其實已經改過非常多次的 這個課綱的內容 隨著課綱的定案 我們又改了一遍 所以剛才童話老師講到的就是說 我們也在學習成長 因為課綱的案子 到最後定案 跟第一版也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第一版的時候 我也是被找去諮詢 跟後面最後的課程大會 定案下來的也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大家都在學習當中 那我想講 在六十多年前 這個台大的國學院院長 就是曹岡伯先生 他到這個中研院去致詞 因為十余所大成立四十週年 他就在他的話裡面就提到 這個歷史是一門專業的研究 那社會上的人對歷史的期待又很深 可是過去的人呢 可能時末如今 或者因為很多政治考慮 他們可能寫完之後 不會馬上發表 也沒有那麼容易出版 那可能在過了千百年後 他才出版之後 我們可以對這個過去的歷史 或對這一本著作 一個客觀的評判 那六十年前 神院長在談的時候 他就已經發現到 這是六十年前 就是十余所這些 或者說大學裡面的 專業的歷史學的教授 他們的研究 是不是可以回應社會上的 渴望 結果六十年前就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存在 那到現在可能更密切 因為應該說我們在台灣 隨著這個交易程度的提升 那網路資源非常的發展 其實如果你願意 那很多是不願意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非常多的訊息 或者非常多的歷史故事 因為甚至剛才我們也跟老師在談到 很多學生就到Youtube去找 他覺得Youtube比較有趣 這種學習比老師在上課裡面講的 這個 蛇菜年花還要吸睛 所以大眾對於歷史的這種需求 跟專業歷史學者的研究之間的關係 從六十年前 沈當伯院長提出來的這個呼籲 到現在 是不是已經縮小還是更擴大 這是第一個我們談到 那除了沈院長的感慨 再來像剛才同學老師提到 雲氏先生、許卓雲先生 在他們的專業研究之外 他們常常寫了很多 這個歷史跟人的問題 歷史跟現代的問題 也就是說歷史學 它跟其他的社會科學 或農物科學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就希望 這個 這個 知道過去 然後瞭解未來 但是這種見往之來 常常也變成歷史研究的一個景步驟 因為歷史他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 那如果你把歷史當成是社會科學的話 社會科學有一個研究之後 他希望提出這個研判 提出客觀的判斷 所以在三個世紀八十年代 就在我們念大學到研究所的時候 很多這個歷史學家 很專心的引進各種的社會科學 心理分析 但是剛才我老師講到的 我們現在研究三星二役 這個三星其實也不是現在開始 在上個二十世紀 1980年代 就非常多的 從美國歐洲留學回來的這些老師 他們帶進來 希望把歷史學 從過去那種 只是文字閱讀 或者只是類似感慨 因為各位知道過去很多文人 雅士他們想要在練歷史會寫寫詩詞 或者評點這個歷史 那歷史 在跟應該說 我們從歷史裡面 我們到底是要得到人生的教訓 這個人生的哲學呢 還是我們想要把 變成一個很專業的 但是歷史變成很專業之後 就剛才寫院長講到 像我們在大學裡面 我們做研究越做越細 你如果做一個很大的題目 是不太可能可以符合這個 評鑑生理的要求 當每個教授都越研究越細的時候 我們的課剛突然突然要 用鳥看的角度 用宏觀的視野 可是鳥看的角度 宏觀的視野 我們是要爬到多高 101去往下看 你知道才叫宏觀 才叫鳥看 那顯然不是 所以剛才董博老師提到的 所謂的動態分域 他舉這個例子 我們也一直在傳 什麼叫動態分域 在我自己受教育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司長輩 他們很喜歡用比較歷史的概念 比較歷史 後來捷波主義傳到台灣 大概很多人也會去從歷史新共識進去談 我不知道客觀委員發明這樣的名詞 是不是從這邊得到啟示 我寧可相信 也許就是我們自己在受教育過程裡面 比較實的概念 那像許多英先生 他在這幾年 他的很多這種歷史科普的研究家裡面 他常常有做這種中西的對比 那當然有些人是反對這樣的對比 因為他會覺得這樣的對比 可能忽略了很多差異性 可是我們從這個市面上流行很多歷史古籍的書 比方你原來不知道明朝有這些事 或者你所不知道的宋史這些東西 那這種書對我們來講其實有點困擾 什麼困擾 就是說它可以彌補正常教學的無趣 可是它會讓學生以為古代的歷史就是充滿了奇奇怪怪的獵奇 或者是觀光的心態 所以作為一個歷史學者 怎麼樣跟這個大眾對於歷史的這種求知欲的能夠結合 我想這是一個蠻重要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大概十幾年已經開始參與編教科書 也就是希望 因為我們在大學教書或是做研究 其實就是一直進入到自己的領域裡面 那 編教科書你才可以把自己 抽換到 我要預設我的 使用我的老師 學生他們怎麼來看 加上我自己也在做歷史教育的研究 歷史課本的研究 所以慢慢慢慢把自己的角色做一個轉變 第二個 談到我們在講 如果社會大眾對於歷史是這麼樣的在意 政治人物東東就會講歷史會證明我是對的 但是歷史會證明你是對的 歷史不是一個東西會證明你是對的 歷史是人寫的 所以朱熹才講 朱熹說要先讀經再來讀史 而且寫歷史的人通常會有自己的詩意 就是詩人的意象 所以對朱熹來說 當然他是一千多年前的人 他的想法就是 歷史是要來證明 經 四書五經裡面那些聖人的大意 所以在那個邁入底下 歷史完全是工具化 可是現在的人是不是也把歷史當工具化 剛才董老師講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去回應 或者是回避政治的問題 但是的確他會有一些干擾 所以當我們從大眾 不管是社會大眾 還是我們生學需要的這個角度來看 當歷史沒有辦法自己說話 而是必須要透過歷史學家 或者歷史學者來編寫 然後讓現場老師來教育 說我們到底要編什麼 我記得我在念書的時候 那些從本國回來的老師就講 歷史就要研究 因為歷史的研究都會知道 從過去是帝王將相 像朱熹就認為 讀史記比較好 讀史瑪光的通建不太好 那為什麼我們沒辦法在這裡講 可是梁啟超就說 我們要去讀帝王湘坎書嗎 我們應該要念人民的歷史 雖然梁啟超講這句話的時候 法國的民間學法還沒出現 可是顯然他已經看到了 我們不能只看到 沙來沙去的朝代的變化 然後問題就來了 當我在念書的過程 我們這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老師就說 我們要研究什麼 你幹嘛去研究楊貴飛 喜歡吃的荔枝是怎麼運送的 我們那時候去想 有人研究這個東西嗎 對於歷史有什麼重要性 所以這個概念一直都停留在我們老師裡面 怎麼會有人去研究楊貴飛的 喜歡的歷史怎麼運送 可是各位 如果我們現在從物流 從帝國的角度來看 它的確是很重要 也就是說 不同時代的 即使是連歷史學家本身來講 他們對於什麼是重要的 其實也是受到時代的影響 然後這個實在影響 有可能是學術的 有可能是生活環境的 都有可能 所以各位也知道 像我們從去年以來 這個疫情的爆發 過去可能會覺得說這種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 這幾年一直有像台灣的學者 中國的學者在研究 這個從明朝 清朝 為什麼會那麼快樂 滅亡 是不是也跟這個疫病的傳來有關係 當一個大帝國建立之後 它的交通網絡 我們過去只看到它怎麼樣去控制地方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隨著這個軍隊的移動 隨著人群的移動 疾病也跟著移動 那這些過去我們可能沒有想到的 那我記得我們在學校 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教授 他是專門 可以說是新儒家的代表 在課堂上都講什麼講 要發明本心 怎麼樣 把儒學的棒子在二十四經 那時候是三個四經 然後發揚下去 可是我那時候一直在想 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從小讀四書五經 去參加科學的這些 當他們中舉了 當他們去當官 他們怎麼樣做官 所以我們以前只知道說 可能他會被失業 被蓄力 因為科舉當官的這些 近視他們必須要避急 要迴避本級 所以他們到地方上去當官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受這一個 蓄力 失業 這些地方上的這些人控制 好 所以當時在大概應該是四十年前 我像這位專門在談儒家信息的教授 問他這個問題說 一個從小讀四書五經 好不容易考上科學人 他會當官嗎 他怎麼當官啊 他覺得我的問題會很笨 他說他自然就會當官 可是各位 我們如果有考過高部考就知道 以前高部考是不用實習 對不對 現在要實習 就是你會考試並不表示 你能夠順利的這個 這個 其實中國武戰 每一個朝代都有這樣的 訓練方式 只不過過去 歷史學家的點光也好 或者說歷史學的主流的趨勢也好 他們不在意這個部分 可是這十年來 這個部分已經 應該說 讓越來越多研究者知道 所以歷史研究的發展的趨勢 勢必會改變我們的課本的寫作方式 但是當然改變太快 就像我們剛才剛才 剛才都講到 變成革命性的跳躍 那我自己因為寫過相關的這些文道 我知道 其實酒吧課綱 就沒有實施的酒吧課綱 它裡面應該是歷史學成分相當那麼厚 然後為了這個酒吧課綱 成績人都過多小組還有那個聳策 不過因為被廢掉了 後來就沒了 後來才有課綱的課綱 到現在出來 就變成完全打破這個朝代的順序 好像是用這個單元的方式來書寫 那這樣子的方式 當然第一個就是 大家會質疑 你是不是要去什麼畫 第二個 你這樣的誠意過高 你不能配合得上 但是我想說 也許如果我們跳離開這種政治的分擾 你看一看 其實中國大陸的學者 他們本身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比方像大光先生 一個很有名的中國學者 他在2018年 他在中國開的博士班的課 就在談亞洲史 東亞史 就中國人怎麼樣 中國怎麼樣來論述 有一次我的親戚 因為各位知道現在電視台已經太多了 他在看泰國劇的時候 他說泰國人抱我們醜話 我說我是不是 因為我沒有在看泰國 他說泰國人在拍歷史劇裡面 他們那些怎麼看的 怎麼是華人 但我們想說奇怪 這個不要說大龐天威 至少到明清理代 華人出去不是都是 在東南亞應該經濟很好嗎 怎麼泰國人會抱我們 而且都只是在看門的這樣 那這當然我沒有看我也不曉得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 研究驗刑刑路 研究這個 過去我們從中國來看 各貫幫哪一場 談嘲諷 都是一物為尊 可是這些 不管是從琉球 從安南 從日本 從朝鮮來的人 他們也有他們看待中國的方式 那隨著學者的研究之後 慢慢的改變了我們原生的一些看法 所以歷史學的研究 是不是可以適度的納到 這個課綱的寫作 所以像我們這個第二次看到 這個課本裡面的 中國的東亞 很多人講的 就是從亞洲來看中國 好像把中國的位置縮小 但是如果我們 剛才這個同學老師 阿南亞老師被提到 如果我們這一版的課綱叫 十二名 我講 跟前面的九名一罐 他是增加了 增加了這個 這個學習的歷程 所以他們 這些教育專家 在訂定這個課綱的時候 他們是從小看到大的 所以課綱的自訂 其實也不是只有 歷史這個領域的專家 來討論 他們是有一貫的 這個應該說 認知的歷程 從我們人 怎麼從認知個人 認知家庭 認識鄰居 認識周遭環境 他們是從這樣的角度 從認知心理學的過程去談 所以 如果我們 小學階段 國中階段 有一定的基礎 然後到了高中階段 嘗試著 可以讓這種希望 擴充學生的視野 或者 不要再從自己的角度來看 像剛才講的 去中心話 不要再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別人 而是嘗試著從互動的角度 互為主體的角度 來彼此了解的話 說不定可以讓歷史學 研究的這些新的趨勢 可以帶進來 所以我剛才談到 像中國大陸的研究經濟學 很有名的 李伯仲先生 他也在談 這個 像越南 像越南 像東南亞一些國家 因為他是做經濟史的 所以他也在談說 當這些歐美的殖民國家 在來到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是研究中國史 常常只看到中國 其實周邊的國家同樣承受 一樣的壓力 一樣的剝削 那他們的回應是怎麼樣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 如果我們相信歷史學 還有一點點可以 見往自然的地步 當然不要把他講 人生怎麼選的話 或許可以從 好像比較 所謂的共談分譯 或是比較史的立場 來談 來談 那這個 以上就是我簡單的 這個分享 從我們在編教科書 還有從這個社會大眾 對於歷史的這種需求 市面上很多 蠻特別的 這種奇奇怪怪的歷史書局 非常多 滿足這個大眾在課本裡面 或者在正規的教育裡面 得到的這種歷史的 其他的領導盤目的面向 那再談到這個歷史學 我們的學者 像我們在念歷史系 基本上都不是只想做一個 單獨的教授 就是希望能夠把我們的研究 能夠跟社會上對話 那對話的方式 除了自己的研究之外 就參與這種教科書的編輯 然後像這個 能夠提供現場的老師 或者比較焦慮的家長 有一個依循的方式 所以像這個論文企業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輔助性的 可以讓應該說最優秀的論文 當然有些論文 有很多理念幫助進來 那當然我們主任通報老師已經提到 可以透過這些應該說 比較優秀的第一流的院士的文章 讓大眾人可以知道說 到底歷史學在做什麼研究 那歷史學的學界的這種專業的研究 跟社會大眾對於歷史的期待 是不是能夠拉近 而不是像我一開始講到 60年前 沈鋼伯院長所提到的這種 歷史學家的研究 跟社會大眾的需求 一直是平行 就變成這個鐵軌 它是平行沒有辦法交會 那就是比較可惜 我們本身是用教學現場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的角度是從認識 認識跟對話開始講 那就是各位國伴如果有關係的話 就是他者跟國者之間的關係 那我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認識 認識新歌綱 那個叫受教的教授 這其實很重要 就是孔子以前講的陰材師教 事實上 我覺得新歌綱實實說 是受異性跟創良 第二點是在新歌綱中 中國東亞人群的交流 這是我負責分享的主要的講題 第三個對話 是講東亞人群移動的 五倍科的分享 那我會把我一些自己在課堂上的實作 跟各位國伴做的分析 那我大概介紹的事情 因為我本身也是當作一些 就是相關教學、相關編解等等 那最主要是我從新歌綱開始 就是持續在認識 今年也是高二 那首先跟第一個來講 我們要認識 那以我們現在來講 可以我幫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教的高二 未來 因為現在寒假還沒有過去 現在的高二上 他們事實上是108年9月入去 就是我們一般的新歌綱的首屆 那他們的國中的基礎 來自於就是所謂九歌綱 那坦白講這個內容上 是有些連結的 因為我本身有參加國綱中教書的編寫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同樣的一個時間呢 事實上呢 國中生也進來了 那國中生事實上他們接受的新歌綱 就是完全的新歌綱 那這點就是我待會兒要分享就是說 那真正完全 我這邊有去我自己用的 叫全壽版 全壽版的首屆 事實上都不是現在 也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看待這 新歌綱六年一貫的真正的成效 事實上是到到 一年的九月以後的這一批 那以我現在任教高二為甚麼 那我明年是就一輪 那我大概也會 又會輪到這一間 所以我比大家都關心 因為我自己會遇到 那這個為甚麼是 我這邊講很期待也是挑戰 因為很期待是說 我們真正對於新歌綱 如何去真正的他的成效如何 事實上要看這一節 一年的九月 那一整天都是新舊的 那為甚麼也大挑戰 因為我自己也編課本 那國中的課本真的 因為現在國大老師很辛苦 一個禮拜生一節 然後呢 真的很多東西都壓縮 那這一點跟我們高中來講 未來 如果在座各位夥伴 如果有跟我一樣準備 一一年交交交易的話 可能心裡要要有數 那首先呢 我講到認識 知性課當中的 這個剛剛兩位教授提過 我們事實上是六年一貫 略股強金的 第二個也是跟各位教授提到 我們是動態分裂的交構 也多於齒觀 那這一點其實是最大的挑戰 因為呢 我們以前是帝王江向的角度 那正是指交構為主 我們習慣都交了這麼多年 不然我們以前的數字都是這樣交的 那接下來呢 第三個呢 是我鋪的對面 它有一個叫人群的移動跟交流 那重要是這個 這是我們現在現場上 最大的一個挑戰之一 就是課程設計要請的歷史考察的落洞 那這是我 這是國教育新聞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事實上 很多關心那個歷史教育的那個 各界都可能都看過類似 這句話其實是 國教育中定義的中國 在這邊 那我先把這個出處要講清楚 是教育部的公開稿 那這個公開稿 事實上就是我們課程設計的中心 為什麼我們重視 你看這邊有這樣 他說並非以區域史取代國別史 而是通過論派的分譯 加過兩位教授都提過 讓學生等等等等 多於思考 除了結果說 如果按照以後 大考的模式更新課程的教訓模式 我們應該因應這個東西做調整 我們的教學 那基本上呢 課程來講呢 我負責的這個分享的單元 事實上 四分成 它以近代為千 那通常呢 我們講的近代 在這身早期傳統 我們是用鴉片戰爭為前 十九世紀以前後 可是這個課綱的 以這個行動的範圍內 各位看一下 事實上呢 它分合的涵蓋變很廣 我們老師的培訓 真的要自己要增進 那我自己因為接觸比較早 那備課時間也比較久 我覺得我也遇到一些問題 那我最大的問題是這個 就是我樂見各界各方開發教學之間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 我在背課是包含在專學的課本 有錯一條文 我們就發現很大 就是剛剛教授提到 有些有些學者的研究 事實上比較是微觀的 可是在我們應用教學上 我們需要是比較有宏觀的詩欲的文章 而我們現在在 學生如果所謂Google一下 我剛剛各位的口罐都聽過 學生推三國 其實我們課本上 所莫相非常少 可是我們的學生了解那麼多 都來自於非課本以外的東西 那這也促簡在我們這邊 東亞目前的那個研究領域中 事實上還半邊很廣 那我們這邊的學者真的相對 那個有發表的文章 的量體上來講 真的比其他國家的少 很多 所以我很高興那個林光堡教授 願意花時間 來把我們這邊 相關的多一個 那個讓我們有完整的了解 那這也是我們在貝克斯 叫一個大麻麻團 那首先呢 這個對話上面呢 就是我整理出來 各版本目前為止 涉及的東亞人群運動 我大概念一下 中國大陸台銅 朝鮮半島 日本列島 六州軍島 越南馬南半島 念到這邊就已經多少了 還有這些 還有泰國 緬甸 印尼 菲律賓 這些東西通風要在 高一下的課程時間 要把它提到的地方 那偏偏現在的學生呢 收錢的力很強 整個觀念多多突變的弱 那很難喔 讓他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例子 那他的印象 再來一次 什麼叫做人群 那我的理解 包含這麼多 首先呢 移民 這分成合法非法 這學生大概都知道 因為在國中課本都有交 所以事實上有些移民 事實上是非法的 那 這點也是我們 那個興克剛那時候要求做事 要以人民的角度去看 那還有一些官方的 那還有哪些名稱呢 就他們華僑華人等等 或叫華祖 官方的前職任務 中學生最熟悉就是正 每個班人都提到他 那在正義書方面呢 這本書中 尼洞瓦教授這篇文章 事實上就算是指了 是因為戰爭關係而移動的人群 外省 那經濟原因中 陳國東教授這篇事實上是代表做 為什麼 因為他從封城秀協爭壩 坦白講呢 我也是自己貝克洛松才知道說 原來朝鮮半島的那個 關東信仰 事實上是來自於這次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 所以其實那個 日本偵壩的影響 東亞的那個發展 很很很深遠的 農工謀生方面 農工跟我打斷的話 是因為有非常多人 非常多的工 那譬如說 像最有名的歷史就是 馬來半島的華人移工 基本上都是做 礦工美主 第二個就是做農業的 那這個其實很多很多 那另外來台灣也很多 盜賊這邊是最多 連肅主家人 因為事實上很多資料說 盜跟賊 事實上是定義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設計過程中 讓學生能夠了解 還有傳教 很多人是因為傳教老的哲學 那最有名的一個 佛教的傳教 在東亞這個過程中 最有名的 而且是東亞的 很多國家課 都提到的那個 就是 建真 建真是 這個也是切入點 為什麼 因為他積極的傳 而且不止於是 那由他的積極 就知道當實習師 引人群移動得非常頻繁 這個最大的麻煩是漂流 那軍艦島的學生都不用的鎖 因為他們都會在韓國電 因為那個 軍艦島韓國電也是摔的 所以那個東西 可是可能看到不保障 那我都有跟學生提漂流 這問題是另外的 為什麼漂流跟航海很不一樣 可是事實上 有些漂流民 事實上本身是貿易的 這也必須也在帶活動中 要不要提到一下 那這本書是我一開始貝克時 那時候還沒有繁體版 那時候我開始貝克時是2016 那這本書 他的英文是 Chinese among others 然後大陸的版本 翻譯的像說 他者中的華人 但是商務區長大 他又把他做正品版 那這本書是我在研究 貝克時 尤其是19世紀近代華人的移動 他的整體的了解 也在用各位夥伴做推薦 那我的教學設計上呢 我剛剛有報告過 因為高一學生 事實上還在探索學 學群 也就是說不能 不管是社會主 那不能讓他們沒興趣 第二個我設計上 必須要有建構 最大的困擾就是 學生的時候是 高一下上中模式 換教育他們距離會考時間 已經快要越遠了 沒有碰過 而且他呢 剛剛有報告過 他的姑娘的人群移動的範圍 相當狂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再來就是 我希望移動不同的思想 圖文資料 激進學生 進行考察 跟發言 發展多月史觀 那我的作法是這樣 我自己會 我有編兩本 我有編兩本的探究所 這是我自己編的 那我沒學習編一本 台灣史通過世 還有世界史 那裡面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大概是這樣 像這個是我自己編的 一個一個表 為什麼 因為學生 我們的新科 都是跳躍 東亞跳躍 我要讓他同時 先知道說 什麼地方什麼地方 為什麼 這個表不是背 而是讓學生先看 他們看到課本上 相關的 譬如說 鄉下也好 相關的大事 他會往上 他會往前去對 去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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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第二個事情 是我提供的不同的角度 譬如說 像這個 我起學生觀察 18世紀 公僚不同國 去畫 叫做視角的趴著 有何的義統 那以這個維力呢 我提供的這些 那各位夥伴 如果我看到這畫面呢 我先不講答案的話 很多人都以為這是誰畫的 中國這篇畫 為什麼 因為他的筆法這樣 是選擇放大看 這不對 這是日文 那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 日本一個很有名 早知道18世紀的 一個叫西酸如劍 他原來的版本是 是白鳥 白鳥 彩色是後來 因為他太有名了 把它加上去變成繪畫 那這個已經選擇 來看彩色 所以我就找彩色為主 那 你看一下 這個是 我們 那個早期常見的 這是 那個清朝 那植貢 植貢土 那由這個 一樣18世紀的畫 可以看出來 東亞世界 早的 歷史中的 他成跟國成 那 學生經過探查後 他們突然發現 一世紀 不管日本的話 或者是清朝這邊的話 有一國的那個 形象 兩者畫的 沒有 沒有偏差 各位夥伴 答案猜得到是誰嗎 答案就是 韓國 朝鮮曼 那個形象 那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其他的就不同 角度 是一個帶活動 然後呢 還有事情是 這是我另外一個角度 是19世紀後的 華蘭英明 那我的距離是這樣 美國人拍的電影 從船上判斷 都拿筷子吃中餐 各位夥伴可能 如果跟老外接觸 活得一起美國 他們事實上 拿筷子吃中餐 是個 像他們認為有很可愛的技能 那吃了什麼中餐 這是我找到的一些資料 給各位的果官分享 他說 美國華裔的華裔館有研究 他說呢 美國中餐館是麥當勞的三倍 三倍喔 然後呢 美國的排行榜的菜這麼多 你看有春泉左中堂雞 公寶基金 餃子 李鴻章雜翠 對我們沒聽過嗎 他一個叫做烤雞 然後 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人 這些菜單 為什麼要導引到 跟人群移動有關呢 因為這些東西 事實上呢 華來到美國很早 可是這些 名稱的出現 事實上是在 這個人到美國之後才出現 都接回了客人 這是誰呢 這是李鴻章 李鴻章呢 他在1896年9月 學生突然高興的事情 李鴻章不是叫我戰爭戰敗 他已經就事事首人嗎 他怎麼沒有碰到處跑 對 他換一個人物 他在全世界跑 所以李鴻章呢 他有名到美國當時的媒體都報告他 報告他就從此連結到這邊 華人中間出來 有一道菜出現 叫做李鴻章什麼 雜碎 那用這個方式 讓我們的母學生了解 從人群的角度中來看 整個這個19世紀後的一個 近代的影響的狀況 那 最後呢 是出錢的分享 只在拋山語語 謝謝大家 那 在開始之前 或許我們可以 現在想想看說 其實 歷史是一個很強調 脈絡性思考 情境思考的一個學問 或許我們可以來想想 我們現在到底處在什麼樣的環境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改變 那第一個我想要提出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學歷史 與其說我們去談說 為什麼要教什麼 那不先從 為什麼要學歷史 那這個問題 可能是有很實在性的原因 那這一年變化很大 你看最嚴重當然疫情 那這次疫情 我認為很多先進國家 根本都垮台 都傷害很大 那我有很多學生 他們都到外國去讀書 很羨 大家都覺得很羨慕 那現在反而可能 大家覺得很可能 好像難民一樣 過年回來都要隔離 所以 那以前我們認為應該要積極努力的 到處跑 現在我們耍廢 好像是一個沒的 所以你看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就改變了我們非常的多 那不管怎樣 包括你看美國 也會有佔領國會的事情發生 那內蘭機動 汽車的時代 可能要被電動車給取代 所以好多事情好像變得又急又快 在我們大家的記憶當中 這一年石油的期貨還是負的 那現在又回來 所以好像這樣子的變化當中 其實到底我們這一門詢問 這個變化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價值 昨天坐高鐵從台北到台中去做一場演講 那中間要經過一個站 那這個站突然間整個車廂的氣氛都突然間都沈澱下來 然後空氣都凝結 那大家都在看是誰下車了 那也在等到底誰上車會坐在哪裡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是哪一站 那在這一站的過程裡面剛好有空白 我就看那個高鐵的那個跑馬燈 那裡面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這個跑馬燈只講現在這一站跟下一站 過去的就不講 高鐵這個移動器大概200到300公里的時速 就如我們剛剛講這個變化很快速的 這個時代的氛圍一樣 他是不管過去的 他是不管現在跟未來的 那素養也就是要培養學生面對現在跟未來的挑戰 所以這一個變化 包括情境 包括這個教材 對歷史是一個探討 過去學問的學科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2021年就今年 南太平洋澳洲的教育部的長官 他們就在建議在思考 甚至要把一些無用的人文社會科的科系減少 多增加一些理工科的科系 所以當我們現在來考認這個要教什麼的時候 或許我們應該先想想 那歷史有什麼用 那前幾天去大島中心去分析學社題目 記者就問一個問題說 學生都在抱怨 老師的報紙都教我們說要多關心時事 今年的題目有沒有什麼時事題 尤其歷史 今天有一個題目 就考拿破了大陸政策 好像跟中美貿易戰 有很多可以異曲同工資料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 第一個歷史這樣子就出現了 過去好像是一個資料圖 人類可以從過去的資料圖裡面 找到面對現在未來問題的 一點點線索與參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剛剛鍾憲教授提到史鋼國 史學與事變 在這個這麼變化快速的時代裡面 變遷是歷史很重視的一個概念 如何去面對變化 歷史應該是有它的專業 大家也可以再想想看最近的醫院群聚 出現很多假訊息 我們手機 台灣是一個3C產品充斥的國度 大家會收到一些很奇怪的 或是真實 是假的這種訊息 歷史是很強調的始源 也就是說那個來源是什麼 它對於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訊息流竄的這個時代 歷史似乎也有它的一個價值 那再加上現在很多YouTuber 很多自媒體 所以大家都可以發聲 很多人譬如都要保護保交 很多人要強調一些同婚 他們可以組成很多群體 然後透過媒體 包括網路去發聲 那我們怎麼去理解他們 到底在想些什麼 尤其是一些很可能的一件事 禁忌的聲音 歷史有神度的概念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理解同情 去了解說要什麼樣的情境 讓他們會有這樣的感受 那透過這樣子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出來 在這個變化的時代 歷史似乎有一個價值 但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過程裡面 好像歷史跟我們理解的 教科書的歷史好像有點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來問第二個問題 到底歷史是什麼 那是很簡單嗎 歷史就是過去的事物嗎 是過去全部的事物嗎 還是我的學生很聰明 過去就過去了 那還能改變什麼 那學著幹什麼 所以我們就可以分這兩個層次來看 其實歷史似乎不是全部的過去 歷史如果是全部的過去 那當然不用改了 因為我們早就教完了 所以這次會出現很多新的東西 也就是歷史其實是會改寫的 歷史是選擇性的過去 那在選擇性的過去裡面 就會有一些人獲得的選擇權 然後有想盡辦法 來把他所選擇的過去傳達給下一代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所以歷史是過去的事物 是似乎是值得挑戰 那在大概五六十年前 那在大概五六十年前 有一本書 一個英國的研究俄國史的史學家 俄國史的史學家 他就談到說什麼是歷史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不停的對話 那在這裏面當中 加入了一點歷史的研究 歷史的關心應該有時代性 所以歷史應該不是單純只是過去 他可能需要有些時代的關懷 那是因為有時代的關懷 所以歷史會不斷的重返 會不斷的重啟 但是重返跟重寫 難道是依據想像或創意嗎 當然不是 我們很強調史料證據 所以歷史應該是根據的史料證據 來強勢的去了解說 很可能過去發現些什麼 那史料其實是一種有益的文本 像胡適 胡適留下好多好多日記期 他早就知道人家會研究他了 所以他就希望人家研究 寫出他想要的形象 那所以說當我們獲得這個證據 應該要問的是誰寫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寫 他寫給誰看 他要造成什麼影響 不過根據我剛剛的這樣的分析 就有三種歷史 第一種就是歷史後續的重建 那歷史也很可能是根據一些理論 或者是文本證據的一個建構 甚至歷史需要建構 因為歷史背後有太多權利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就這樣子再來看看 那第三個問題 歷史預計 問歷史要教什麼 倒不如問如何學歷史 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很重要呢 新科剛剛很強調學習得為中心 所以我特意不寫如何教歷史 應該要先問如何學歷史 那為什麼要問這樣的問題呢 因為學跟教背後的主角是不一樣的 尤其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想很多老師都會被迫去做視訊 就是線上教學 網路上有一個很有趣的漫畫 就是一個學生在家裡 他去視訊 視訊裡面其實他人躺在床上 是一個假人 然後帶著微笑 然後看著鏡頭 然後燈光封暗 老師以為他在上課 如果說歷史只是強調怎麼教 而忽略了那個受教的主體 其實我們常常可能是在做視訊而已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改變裡面 或許我們也逼我們去思考學 你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學生能夠得到所謂的歷史素養 都不是一大堆的知識 那也因為如此 所以重建 那歷史就是過去的重建 似乎很可能就有鬆動 因為歷史其實會因為時代的不同 而不同的改變 那如果歷史是一個建構出來的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多一些 所謂的從現在出發的問題來做 對過去的一些判決 那如何吸引學生的好奇心 然後展現不同的觀點 展現出不同的多元的解釋 那很可能這教學的面貌 就不是只是在教科書了 這可能也是這一本 所謂的論文選集的一個存在的一個價值 所以多元閱讀互動討論 教師可能不是教導者 是個引導者 那甚至重要的很可能不是教師 還有同才 因為學生可能跟學生的承諾比較性 老師覺得這麼簡單你怎麼不會 很可能他從學會教他 可能比老師教他還好 因為他才剛學會 所以你要發現整個教師的面貌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當然到第三種 如果歷史是一種結構的話 那我們或許可以來看一下 其實歷史似乎是一種記憶 尤其現在講到聲量 其實我們活的這個場域裡面 有很多種聲音 很多種聲音它的力量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個不同的力量 為什麼要特別講 台灣的學生 他要獲得歷史記憶或歷史知識 不只是教科書 可能電影、遊戲 甚至家族的一個傳承 他有很多種不同聲量的歷史記憶 來傳達給他 教科書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看 教科書是用很多文器 他也是另外一種有聲量的 傳達歷史知識的工具 那這樣子我們來看的話 教科書應該是官方這種傳聲筒 所要讓大家知道的那個沒有 站在不同於全部 那也因為 所以說我們屬在這個時代 應該是個多聲道禁足的一個場域 那不能再只是用單元的角度來看 所以在這個論文集裡面 從周邊來看中央 其實一個人 你覺得你是怎樣 很可能比不過人家怎麼看 對啊 大家知道 心理學種的周哈里窗 你認為的自己 別人認為的自己 或者還有隱藏的自己 你不知道的自己 這些很可能 比你所認為的自己 影響厲害了吧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裡面 可能比較 批判 反思 都很可能會是我們這次新科綱 對於教學面貌的一個很大的很大的衝擊 所以今天很榮幸能夠來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在這個革命技能轉變的時候 它背後其實有很多很多的理論 在衝擊我們原本的教學觀 或許也可以趁這個機會 我們再來反思一下 到底我認為為什麼要教歷史 那歷史到底是什麼 那我如何融入學生的學習 這是我提出一點小小的情節 謝謝大家 我自己在教學上 盡量要學一些評論點 不敢說又可以設計那麼棒的一些 像剛剛莊老師的教材 或是莊老師給你出這麼偉大的一些idea 那我想先看一個概念 就是 我希望可以先從柯剛出發 就是說 柯剛告訴我的概念 就是我從 12年基本 就是柯剛裡面的那個 第四期頁把它抄下來 那各位也看到那個標紅字的地方 就是 他想要強調的是什麼人民主體觀點 然後 然後 放彈的月 以台灣中國世界為重點 然後 普高的重點是 要透過歷史資料的閱讀與分析 我為什麼要不要這幾個概念呢 因為 當分的高中老師還是很習慣講述法 但是如果你注意看 課剛的設計的話 透過歷史資料的閱讀與分析 他其實已經在告訴你 不要再用講述法 可是大家還是習慣用講述法 這是第一個我想 我們在教學上 你的舊習慣 會導致你 會對於這個課剛 想求現在的所有版本 你會產生很多很多的仇恨 對不起 我用仇恨的兩字 不管你有沒有版本 不管人家 你都不重小 你說我怎麼教 我無法教 因為你會覺得你講不完 因為你還是用講述法 那再來是 這些細節 我想這些課剛的內容 我不知道在座的先進來 如果真的上網 或是真的去拿過紙本去對過 到底課剛寫了什麼 如果您只是拿了課本 不管哪一家的課本 對著去看 就你以前自己的資料去看 您當然會有很多的不滿意 你說這個沒寫 那個沒寫 寫了這個幹嘛 一定有重小吧 但如果您真的對課剛 你會發現 各家的作者或編者 他也不得已 因為審查的要求 對 我並不是要幫忙加護考 我沒有這個意思 可是 我們自己在教學上 如果您要把你的 所有的舊經驗 全部加上去 那一定叫多 不管你是台灣史 你是中國史 或是未來的世界史 一定叫多 那未來大考 也只考新課剛自己的內容嗎 那為什麼不就課剛的內容 來理解 增加你的補充就行呢 那你還是可以補充一些 舊資料的舊經驗 但不用全部加上去啊 我想 如果老師先進門的經驗 我先看過課剛的內容 包括他後面的說明 您大概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各個班人要這樣變 而不是直接就覺得 你怎麼沒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做 我覺得這個第一個概念 必要先想清楚 那再來的話 是我個人在課剛的一些小小的疑惑 可是 剛可能大家聽說 那你也是支持新課剛的 當然 提到什麼好棒棒 對不起 我也沒有完全覺得他好棒棒 就是說我覺得 在課剛的設計上 中國與東洋 我要問你第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不理誰是中國與東洋 東洋的第一 講得不清不楚啊 也許是審查上的壓力 或者是各家的作者 在書寫的時候 考慮到市場的 老師們教學的舊習慣了吧 所以各家版本審問的狀況 就要中不中 要牙不牙的 然後稿子有點去脈又慌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變得好像是有點主題式的 各國國別詩 就像剛剛趙強老師講 審議剛剛要談的東洋 尤其是很大 但是普遍的聚焦點 只有中國、朝鮮、日本、越南 尤其是沒有什麼談 中央半導沒什麼談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問題 就是 中國的東洋的第一 到底在哪裡 我想看不太出來 第二個問題 在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分域互動 或說動態分域的問題 他指的到底是什麼 是東洋的國家之間 還是跟其他地區之間 我想互動應該是有來 有我 那 星座鋼的設計 就像一開始剛剛頭髮教授所講的 他希望跳過一些中心論 我也不太認同 但是以前的學生 我也教過那個 因為我剛開始教授 就是97年 我一開始教授學生 他以前讀中國史 講很多中國文化中國的制度 他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中國中心論 因為學生沒有什麼後色思維 他沒有辦法去理解 那你現在這個 這樣一個科剛的課本之後 他反而會 老師 我讀了以後 我覺得中國好棒 中國影響周邊的各個國家 他們都學華夏 就學中國 中國好強 就是反而造成他們有一種 整直覺的直觀概念 就是 我並不是說這個課本 反而中國中心 不會 沒有這個意思 而是 學生真的沒有辦法有後色思維 他們沒那麼厲害 我可能 可能建東或板中可以 我們學校的程度大概不行 我小學生大概沒那麼厲害 那再來就是 如果要談的是互動 我們在 特高或說 各個版本 呈現出來的情況下 我看不開到 東亞各國之間的互動 就是說 琉球到 朝鮮 或者琉球去東亞地區 那到底這個互動是 怎麼樣的互動 往來交流影響還是什麼 我們其實看不得清楚 再第三個就是 這是對人民的定義問題 我想大概 人民為主體 人民的主體 近代以前的人民是誰 知識分子 普羅大眾 到底是什麼時候 就像剛剛前面的 周聰明也談到 學生的歷史知識 常常是在進教堂 教室以前兩個人 也許是在看了小說 也許是看了 電視劇 也許是看了某一個科普書 看了整個YouTuber所講的話 有一種奇怪的時代幻想 然後各家版本 也許是我們國家的習慣 他很常見所學的習慣 就是 課文的續寫 又是一種高高在上的 一種第三者的 這種視角 所以學生讀了之後 根本也不覺得這是人民啊 而且我還是不懂 是不是人民的主體 所以我 這是我個人 比較愚笨 我看不看出來 再來一次問題 其實是時序的問題 就是剛剛 談了說 主題其實是 整個課堂的設計沒有錯 可是 在課堂的設計下 是希望國中的時候 在學生 學生在國中的時候 已經學過的通識 學生真的記得嗎 他上了高一之後 國中所學過的什麼 中國的朝代也好 希望世界史的時序 根本就 歸零啊 只要經過一個 升高中的暑假 根本就像是白子一樣 表示全部從來 所以他們如果沒有 基本的時序 你要把這些東西 重新再講一次 你會發現你很痛苦 而在設計的課堂的原則 認為說 他們應該都學會的 抱歉的就是學會 那這兩朋友 人群的移動下 他其實需要的是 知道空間的概念 地理的空間 然後一些政治事件 一些背景 如果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時序 跟地理空間的概念 他們如何去理解 我們甚至不知道 東亞的國家 它在哪裡 結果把東亞地圖 直接填空讓它填 它填不出來 它連台灣哪個縣市 哪個帶來 都不見地填出來 所以我想這其實是很可怕的問題 都不是說 課剛設計上的大錯誤 而是學生的千倍知識能力不足 再第五個是 課剛強調歷史資料的閱讀與分析 我想這可以真的兩個小問題 第一就是我剛剛講的 學生的閱讀能力 大部分的學生 可能真的還是我們學校復步的問題 對於那個閱讀長篇的白話板 他大概就已經放棄了 那一看到我英文 就覺得人生已經絕望了 然後老師們大家要做什麼呢 我自己的做法是 第一個我要努力的先翻譯整個白話板 還要想辦法剪裁 可能因為我這個 學問不好 能力不足 可能在翻譯的或是解釋的部分 那一半中學生還是看不懂 所以常常寫出來還是寫得爛 也許是我的不行 那第二部分的部分是 課剛要設計的這種 閱讀資料的閱讀 他們沒有辦法去 每一個學生的知識的起點 跟它的程度的落差 不以致 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學習之後 能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像剛剛講的 先輩知識的問題 我今年有教高一的學生 各位應該知道去年 今年2021年 今年2021年 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有喪失 因為這個疫情的問題 會考考試的範圍有縮減 我導致一個可怕的情況是 我在教高一的學生發現 因為你們會考範圍有縮減 所以某一些內容沒有考 所以到後來老師們要上的時候 他們不停 我第一次遇到高一的學生跟我說 老師我不知道什麼叫柏林圍牆 老師我不知道什麼叫 小樓師傅的心證 我傻眼 我只要重新給他解釋一次 現在我們來講台灣一次 因為我在舉個例子給他聽 我就覺得柏林圍牆 我發現我自己挖頭給自己跳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覺得柏林圍牆的歷史 那我就想要解釋什麼是柏林圍牆 然後就要解釋為什麼德國會分的東西 然後再解釋二十大戰是什麼 然後就發現警方就結束了 那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先類知識的論文點 所以我想這個其實歷史資料的 閱讀和分析其實是 如果他沒有那個先類知識 你怎麼去閱讀 怎麼去判斷 如果今天是你已經設定好的資料 那根本就是你這個老師先畫寶 對不起 先設定再畫寶 你把學生你導向一樣的結論 就好像有時候看到一些網路文章 或是某些書籍是為了發展的分案一樣 我覺得那其實不是比較好 那最後就是上面看到這個 特剛希望培養也是 現代公民的歷史觀 我想我都很認同這個概念 可是在現在的這個課程的內容上 我想主題的設計我都覺得很贊成 我不反對 可是他要太多的新的東西加上去之後 導致這個學生 因為他本身的學習能力跟他的記憶力 已經把舊的東西忘光光了 然後他們對於國中的經驗 已經沒有概念之下 他沒有辦法去把那個舊的東西 學習遷移連接到包裝 所以他的知識點 他只是覺得重新再來一次 所以變成我們在實施新的課方教學的時候 無法使他去思考 反思 我好像可以另外做一種新的官書 然後還要補他的背景知識 那如果我只是考提幹的資料 就剛剛 都把教授談到說 沒有啊 截取訊息 我認同截取資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如您剛剛講的 他也截取資訊的能力閱讀都不會 可是如果只是考 提幹的閱讀資料 那只是單純閱讀而已 那我們還需要什麼歷史教訓呢 我又覺得這不是 就變成我們有什麼意義 那一個國安老師還知道他 因為閱讀不夠 我還是覺得有些歷史和知識 是需要快點上去指導他 那我才有存在價值 不好意思 老師是我的想法 不好意思 不是針對你 再來就是 我對於這本書 我本來有一些充顯的疑問 其實我的疑問只是會 因為我的人取問不好 可能太不太懂 那有一些我就覺得還不錯 像葛昭光先生的文章 我覺得對科剛才能夠搭配 那有一些廢話我就不講 我想 因為剛剛聽了幾個月分享之後 我又加了那個 原來那個社區要講的話 我把它加到後面 前面中心這些廢話我就不講 就這樣也不講 就是 我認為這些文章 大家都可以看 包括他前面的那個 導讀的延伸閱讀 還有他後面的一些 論文裡面的一些 注釋裡面引到的一些 參考資料的書 我覺得都對於 在教學上的補充是很有幫助的 他至少可以做一個 基本的真理跟理解 那我要針對的是教學上 因為如果要非常 對教學有幫助的話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身為一個老師 在教學上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改變 你要先放棄那個 舊知識的那種教學習慣 有一個 曾大老師曾經跟我這樣說 他說 很多老師的教學習慣 就是 習慣解釋的記憶訓練 習慣解釋 我覺得很有道理 而且大部分老師都太習慣 自己主控全場 一堂課 譬如說光老師45分鐘 扣掉前面 後面管支去抓 中間還是 按一個人搶 光老師很多也是 那我想像新各方的設定 應該不像這樣 就像剛剛 張老師講的 我不想認同 學習主委中心 應該要把教室的主導權 在第二個 我要講的第二件事就是 你要學習 不會問問題 你要允許讓學生去討論 就像剛剛張老師講的 我覺得非常好 你教給他們 跟他們自己想出來的答案 他們願意吸收進去的就是不一樣 我知道很多老師 還是很喜歡 他就講故事 歷史才有CEE 才有人的價值 我也同意 但偶爾講小故事可以 但他應該不是歷史課本主題 因為我們再怎麼講 一定比不過 我們上YouTuber人那些人 他一定比我允許多 顏值也沒有高多 實話是說 長得要帶個考照 這種情況下 學生哪知道的是誰 他也分不出來的原子 好不好看 再來第三個就是 我想老師們都是很有學問的 你應該可以找給你自己 以前研究學術的這種能力 去查查資料 中文的書也好 英文的書也好 我覺得都可以查一查 你在指導學生 就像剛剛董花老師講的 你要指導學生讀書 閱讀 其實在知道你之前 你自己也應該去讀書跟閱讀 就是說我覺得 一個小小的例子就是 我們每次在談 什麼元朝 送元世紀 不管是國中或高中 談送元世紀 都去文化交流 不要每次只會舉一個例子 叫馬克波羅 就是 以前 十年前 我剛才十幾年前 剛才到老師 學生就知道馬克波羅 現在還是只知道馬克波羅 只有這個例子嗎 那我其實覺得蠻可悲的 應該可以找更多的資料 更多的容物來談 並不是要考 而是 其實是有更多其他容物可以說 再來 在初題上 就像剛剛 頭髮交流談 你也可以學著去考證 因為大考現在考的 你已經不是成備送的記憶體 你考的是課高 那 你怎麼做呢 我想大家在乎的是怎麼做 剛剛 我們剛剛照常老師說 哇這好困難 我個人做法是這樣 我在 今年高一的部分教育中 三次的段考 我非常堅持 我三次辦得夠主題 逼迫自己 那三個考 我就想法寫了一節課出來 我都設計了一個小課程 然後呢 分別是跟日治時期的移民 台灣的茶葉的發展 各位把事件造成的觀點變化很快 然後就回答他們 我會當一次小考 因為我小考考很少 我三次段考只考一次小考 各考一次 所以加起來只有六次 他們不寫的話 小考就說就很慘 然後第二個 我說 我段考 包括期末考和期中考 三次裡面 這三次的課程 在段考試卷裡面 會從裡面出一模一樣的內容 然後我又帶著他們 他們在上課一起度 免許他們在上課 討論來襲 如果你不參考的話 就下考分數絕望 半考分數絕望 他們在我的壓迫之下 知道老師有很多的殘暴 所以就只好跟著一起做 但是即使我們這麼做 學生的參與程度 仍然有人 撐之不齊 半考考錯一模一樣的 我們本人 還是有人是絕望的 但是我想這麼說吧 開始第一步做 就是第一步 慢慢往上做 慢慢再擴大 但是你從 都不做 就永遠沒有進步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是怎麼做 就是這樣子 那最後 各位可能會說很難啊 很難開始啊 你不知道說 教學教育一點點 小課程很難 一點點出題很難 請各位千萬記得 不要單打獨鬥 一定要有夥伴 如果你說 你講那麼簡單 我們學校很小 只有一個歷史老師 兩個歷史老師 剛好跟他關係又不太小 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中文有大學同學嗎 中文有研究所的同學 學長解決定內容 甚至你在外面演習的時候 也會認識不同的老師啊 像這邊趙梁老師 跟德蘭老師 我都是在演習的時候認識他們 其實我以前從來 不知道他們是誰 我覺得其實都是這樣 就是各位如果願意的話 去穿梁老師 跟我交流 也歡迎你們跟我交流 我很喜歡 從別人身上學到我的資料 因為我能力不足 那這個也跟各位 之前不是真的 因為我學問能力不好 所以 這些文章的內容 我只能大概看一看 不管說他寫得多麼的棒 多麼的推薦給大家 如果使用在你的教學上 那我覺得有些內容 可以參考 有些內容 自行斟酌使用 那最後一句話 我想沒有一個是完美的課本 也沒有完美的教育出版本 但是如果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您現在這個年紀 過了二十年三十年 四十年之後 你發現 歷史教授還是一模一樣 考試還是一模一樣 那不是一些很可悲的事嗎 所以我想 我們可以變 就像我剛才講的革命 革命 我們就變 如果大家覺得革命 這個是很可怕 那我們就當作一個 溫和 但是堅定的改革吧 謝謝各位 謝謝四位老師 我覺得他們分享的很好 就是 基本上 108客單已經是一個事實 就是說 我們特別是從一個教學 或者歷史的研究 不管是一個歷史的學習者 或者歷史的交易者 來講的話 它已經沒辦法改變了 就是說 客單裡面的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 它裡面的邊 還有各方面的精神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優氣抱怨 就像剛剛 唐老師所提到 有一些優氣的話 它已經變成 我們要去法式效能 我們如何 面對這個合理 時代的客單 進行因應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 最重要的 都比在你們身上 就是說 反而高中老師的挑戰 會比我們 大學老師的挑戰 會更大 那剛才這一批人 進到 大學之後 可能又是另外一個 大學的一個改變 特別是歷史系 我常常跟 跟後面的幾個系主任講說 如果再過兩年以後 特別是大學的新生 然後 他面臨一個 是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大學的 必修課 選修課 要不要做改變 因為這個是靈動的 整個國中高中 這樣抄下來 大學不改變 也不行 可能他們的時代 像我們以前 時系官員 非常清楚 請安慰 基本上 隨堂 說很明清 我們都會 以後 西大和 歐馬 到底 是一個朝代 還是兩個朝代 很多 大學歷史系的東西 為你會知道 因為他沒有一個 實際性的觀念 所以我覺得 今天 四位老師的分享 我覺得可以給各位老師 一點點刺激而已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他們的報告都很快 基本上可以帶來一些華師 我覺得 我還是要聽聽 各位寫出的意見 至於說 他所提到 動以入門 即要收到什麼程度 這是一個大災熱 為什麼 因為很困難 我們都知道 特別是 鍾欣老師講過 我們這個時代 個人的研究 是一個A系 我甚至跟幾個老師 都是男的老師 去考一個博士班的 博士論文 是上海 民國初年 上海第七 靈性用品的研究 我們這幾個都是男生 我們根本不懂的 靈性用品是怎麼樣 特別是民國初年 所以基本上 是越來越細 分科越來越細的情況之下 每一個 你看中國以東洋 真的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根本沒辦法 記性擬移地把每一篇非常重要的對應的東西 全都是把它吊死上去 所以我才提到一個方式 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信念我們去業務 後來 後來發現共同有一個心得 就是 國文程度好的同學 一定會考得比較好 因為有很多東西 本來就是 答案就在那個體感裡面 所以 變成 到底它是在考歷史還是考中文 我們也覺得很懷疑 但是 它好像是一個趨勢 我們也沒辦法改變 特別我們沒出過屏幕 如果屏幕有問題的話 我們也要共同去承擔 好 我覺得 我還是聽聽各位的意見 去反思一下 我們在 編個教材 或者將來的一些改變 特別我們第三次的世界史 也將 即將在 如果順利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會進來沒有 我們一直希望它在五月底 能夠完成 聽說壓力很大 我們希望第三次也快完出來 在還沒有出來之前 如果像趙娘老師那時候 一共給我們一些修正 我們可以把它補充進去 這樣可以第三次的時候 做為修改 所以我還是要聽聽各位的意見 好 時間就開完給各位 好 那各位老師 我想要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說 新課剛看起來 目前來講是有 有相對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請問一下各位老師 我們看你們有沒有與他科的合作經驗 就比如像 比如像 在討論當年 語言能力辨識上的問題來講 他學生的 國語文能力是需要不帶培養的 那 是否有與其他科老師 或是像地理空間分布上的問題 也可以與地理老師相互合作 那 感到各位老師有沒有與其他科老師 合作的經驗可以來分享 然後 作為我們可以獨家學習 以 服飲未來的新素顏導向的一個趨勢 謝謝 好的 那還有沒有多者 要發問 集結幾個問題在 請跟他老師為導 中間 中間那位 謝謝 我想請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想要請問莊老師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在教學的過程中 也想要思考 就是為什麼 學生要學歷史 但是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考科 所以學生呢 更加關心的是 與其比 就是這三個問題比起來 他們跟講的問是歷史 考什麼 所以最近一個也其實是針對那個素養 非常考題 尤其是 就是新的一屆 他們已經 再過一點 就要準備大考 那我現在目前 任教的是國中 然後 我有兩個班 就是兩個年級 一個就是現在的八年級 那他就是新科高 然後一個是九年級 然後是最後一個 舊科高 所以我自己在考試 就是考試這個事情 對學生來講是決定他人生的命運 那我也不能因為自己 認為說 如果學歷史很重要啊 或是我就把這個東西加在那個身上 那莊老師的學校也是升學期的學校 所以我很想要聽你老師的意見 就是說你如果去權衡說 到底歷史教學的價值 或是學生他把它當作一個考科 他去準備考試的這個比重 這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是我想要就叫唐老師 因為我的學生就是跟唐老師可能比較相 是比較是很多不同的來源 然後可能是有成績非常好的 然後閱讀能力很強的 然後但是也有那種就是閱讀能力非常差的 那我一直提醒他們說 你們雖然是舊鋼的最後一屆 但你們升高中之後你們使用的是新鋼 所以現在九下的時候 我也開始在他們做一些閱讀的練習 因為我擔心他們會有銜接是很困擾 所以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就是 聽到高中唐老師的意見 我想就教一下唐老師 就是如果他們是在九下 能夠到會考後還有一段時間 可以給學生什麼樣的 能力的訓練 然後幫助他們更能夠順利的 先接到高中端 對一下哪個問題 謝謝 那基本上我們擔心到高中為例 因為我們那個 坦白講那個教師教學期間還蠻好的 就是老師們之間的 共同備課的幾率很高很高 那我們跟其他科的合作課程也很多 以社會科為例 所以我們社會科跟其他科 所做的課程大概就有四到五能 那在以文人力方面其實是互相的 那因為新特大一些關係 譬如說我們以前傳統的寫作模式 跟新的報告模式 其實在我們去年開始也都改變 那以簡單來講就是指定題目式的那種方式 現在比較少 那提影式的引導學生寫的報告 那個比較多 那坦白講也是遇到一個 跟其他兩位高中老師的類似提到的相關 就是我們的語文能力 也跟教授提到的類似說 語文能力的好跟壞事實上 教高中老師是蠻辛苦 因為他十六十八歲前的努力都要在高中考大學做驗證 所以這個我們只是盡量再說這個方面的精進 以上謝謝 那首先第一個如果說歷史作為一個考科 當然這個可能在國中會衝擊比較大 因為高中其實像武學士 我現在變成武學士 其實很多人都是選自然主 他已經讀社會科了 那在就算選社會科的學生 很多人都會選財經 財經是不財經歷史的 所以說其實就考試 如果說就考試這個方式來談 為什麼要教歷史 其實會越來越想像 如果說好我們就把它當作考科來想 但第一點一定是閱讀 其實因為一綱多本的架落底下 它不可能根據某個版本出 其實剛剛童話老師也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新的閱讀經驗 那這個閱讀經驗要怎麼樣培養呢 如果說我們都認為 其實我們在談很多問題的時候 常常都背後的預測是學生是不動的 那學生如果是不動的 學生是不變的 那其實說得也不用你了 但所以說教育之所以存在 是我們會認為學生是有差異的 學生是能動的 因為它能動所以我們要去引導它 那你引導它 當然你 既然它是一個生命體 但你會刺激它 讓它有好奇心 然後跟著一起 覺得這問題很重要 這問題很有趣 所以老師應該是個教學的反思者 也是個研究者 那如果我們回到題目 那題目裡面 當然除了說平常在教學裡面 可能就不能只是教科書的摘要 因為如果你都是摘要 而且你都是為它 那怎麼會呢 那想想看其實我們之所以在讀書的期間 忽然間會突黑猛進 不是因為老師教的好 是因為我們做研究 因為你做研究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這段之下 是有脈絡性的連結的 那 大家有沒有看過豆芽菜 有些豆芽菜很短很粗 有些豆芽菜很長很細 那有一次我的女兒和兒子都告訴我 不然你都不知道 那種很細的豆芽菜很長 那種豆芽菜都在黑暗中 因為豆芽菜會有相光性 在黑暗中他會很害怕 所以他會讓自己快點去找光 所以說學生有很多種的人 生兒之間有的人 困惡之間有的人 勉強而行之 如果你不給他挑戰 當他覺得 這件事情是我的事 學習是我的事 你不就為他 那怎麼有可能會呢 那也就是說你都預設他不變 那他幹嘛要變 所以說剛剛提到這個問題 比如說其實他背後有很多很多的一個 一個我們教學的一個概念 我們都要重新再思考 那解題的過程裡面 當然第一個前提要遇到好題目 那如果你遇到一個好題目 但你有很多種方式 因為解題也就是在教育他 怎樣去思考 如果說我們還是停留在關鍵字 那他就是一種對歷史的 他就是這一個 看到心 然後就往陽明 對不對 反正就是你 你就是這樣子想的話 那其實歷史真的是個貝格 那你有沒有可能把它提升到概念 比如說其他在考一個 什麼樣的知識概念 或者是一個歷史的一個 學科的一個概念 那這樣子他會有多遠 那也是有方法的 那在這個教學的過程裡面 你也要審題耶 你也要告訴他這個題目出的好 也就是不要說那什麼叫好的歷史 那當然你也是個出題者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都是去批評 那我們做了些什麼 那你也可以去示範引導你的同才 原來這樣才叫做學歷史 有個歷史不只是月理 越不可能只是簡單練一系而已 再來我們問的問題 就跟國文就會不一樣 那在這樣過程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 你不管在教學場域上 改變你的同事也會改變 因為你的題目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跟你的講法也會跟人家不一樣 你就很有歷史溫 就不是在教國文了 所以說給你看出來就是說 其實這次改變 其實是個挑戰 但是能給我們很多自由 那一樣 我們老師也有能動性 這也是個機會 也是個挑戰 我回事分享到這裡 你先從這個短片的小文章 開始慢慢再加長 那這個他們比較不喜歡讀 那你可以再多第二個方式就是 比較有趣的歷史電影 當搭配真的要所寫的學習單 不是那個光學次的學習單 而且是要讓大家認真看 比如說 大家都知道 可以從歷史學到的電影就是 不是只有計程車市集 就是還固定 也蠻有趣的 那你就可以設計一些比較 讓認真看 比如說什麼 裡面那個 最大他們的那個 那個情景人員啊 嘴巴裡面罵他的那個話 是罵他們什麼 那讓認真看才知道 等來你不認真看 就沒辦法說 那你不認真看就知道 你不認真看就知道 共產黨 然後你就可以接著 你去問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讓他從那個 從認真看電影 然後他去寫你那個 必須受寫的 有一點文字敘迫長的 那個問題的學習單 因為通常文章 就很理解 有時候 老師們就是 你們的時間受限 有時候那個學習單 不會方便讓他們寫太多文字 因為你沒空感 你也沒空感 然後他們很時間寫 你要趕快收回來 趕快處理 不然他們就會開始 拖拖拉拉拉 然後擺那提交 所以通常都是 趕快勾勾勾就好 可是我自己剛剛講的狀況 九年級 會有一點時間讓他做 如果可以 用電影的方式讓他去做 我覺得第二個方式 可以試試看 那 嗯 那最後一個的話 如果可以再試試看 就是說 另外外國真的要升高中 國教室下面的人都不好 在網上 國中網上都不知道 有這個很全國的 都想學的段考試題 各科 但是不會每個學校都要上場 那 如果您願意的話 是可以上去找 然後讓他們看看 如果要念高中 你剛剛高中考題大概找這個樣子 也嚇嚇哀 讓他知道 你如果要寫這種長度的題目 你現在不開始學著寫讀 可以嗎 我想這其實是一種 這也是我今年在對付高一學生的一個做法 我就開始來看那個大考中心的那個 參考視覺 學測運指示法的加考視覺 聽他說手寫分數佔這麼多 他們就知道一定要寫手寫 學班的寫分數佔 因為 學生寫分144 手寫在40分 我說那裡面104分 可以達到滿分嗎 達到全隊嗎 不行 我說對呀 這樣寫歪歪歪歪歪歪歪 這樣 所以我想就是 這個方式去做可能會 讓他認清現實 然後一句呼呼慢 就會好一點 然後 剛剛那個 剛剛問話 那個素養的那個教學 歷史教學的部分 搞概念 其實就是 剛剛他講的一個非常好的 我給他一個補充 就是審題上 我就是跟同事 我伴到互相審 互相審 有時候應該是 我會不好意思 慢慢來 像我就是從 胡錦永春開始 我就 很急車的打壓我同事 然後經過10年的打壓之後 他已經被我訓練成功了 現在換他打壓另外一位同事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可以做到 只是要試試看 那就是 才會有一個比較有 不會自考 對 習慣性反射式的考題出現 因為不然的話 那個考題真的是沒有什麼意思 是不是 是不是 那種 所謂我們質變是哪一個 黃畢 那其實這個考題 一點點都沒有 所以我想其實是 如果要訓練他 在國中之間 不管是現在舊課班 的最後一節 還是新課班 未來要考素養的方向 其實就是剛剛 莊老師講的概念 你要讓他去考的是 一小段的敘述 比如說像童話 教授講的 那個情境 不是只是一個職位指導 那個職位指導 挖控式的獎益 其實已經是 過去的方法了 謝謝 希望跟你們幫助 現在考試 大概大考中心 既然正在設計 我不知道 比例怎麼樣 但至少 當選題 跟多選題 還有 那個 就是所謂的 問答題 多選題的比例 會蠻高的 本來設計的話 可以高到 30 簡單來講 當選題 可能只有40% 然後 後面的話 類似過去的問答題 這樣30% 但是 可能有些 像趙家老師 他們都會被執行 他們可能認為說 勾選題 是不是第一次不要考勾 但是 簡單來講的話 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將那個 勾選擇題 會增加 那勾選擇題 我們會認為 應該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 我記得 午餐 請那個 詹麗邦老師的 例子 詹麗邦老師 那時候 幾十年前 他女兒 歷史 跟我考 五十幾分 他有一次 我一個厭世 我就不相信 我女爸爸 我跟女兒的歷史 交好 結果 教完以後 下一次的考試 變成四十幾分 所以 從此之後 他也不敢教 阿米兒 學習歷史 為什麼 一個教授 沒辦法把 阿米兒的歷史 教好 就是因為 我們這個 很多人的選擇 都是 選擇 可是答案 不是 所以 會變成 也沒有要去 考慮這個問題 特別是在高中 中間在出考題的過程裡面 也一定要加入 勾選擇題 我相信 張老師跟 張老師應該 在測試 因為那個部分 是必然的 只是他的比例 現在比例在那邊調 我只是提供這樣的資訊 特別是 剛剛老師有講到 考試的這一段的話 剛剛我們要知道 代表中心 他們才是 真正的思維中心 所以 提供幾個 做參考 好 我分享一下 自己對於專題 上法的困惑 我 因為我剛上完第三策 同學上完後 問 老師 科學也就精神導致 航海時代 然後 我就 因果關係 我都弄錯了 因為 現在第三策 我覺得 尤其在世界史的部分 挫折感更深 因為 他在一二章 可能把二戰已經結束 那我們沒有空去經營他的時代脈絡 但是卻又那麼倉促的 要把各個事件把他講完 我覺得對我來說 在教學上面的痛苦感是很深的 那這是 可能就是我覺得 要分享 主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專題的上法 要怎麼去經營那個時代脈絡 當然 我到閱讀很重要 我也有盡量的在做 但時間真的也很有限 然後 第二個問題 其實是用給一點感嘆 因為最近在處理 就選修歷史的部分 那 因為 選修歷史 就是拿 原住民 拿移民 拿性別 然後去講過去的歷史發展 那 然後 我也是一個很挑釁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說 像 就是 宋民 宋民理學 如學 這種傳統的薰陶教化 已經 在新客廣的一個脈絡之下都不見了 然後 現在就要我們用 族群 性別原住民的觀點 去看過去 以我是女性的身份 我會覺得 女性過去幾千年 就要用一個壓迫 或是用沒有歷史 沒有聲音 去形容女性 那 我反而是覺得 那種內心的寧靜不見了 然後呢 增加了這種衝突感 就是好像 用既定的眼光 去看待過去的 這種不舒服 所以也是 可能也是 提出來一點看法 謝謝 我很好奇 就是 台上老師 對於 就是 有些團體 或者是 有些在現場的 社區高中老師 會覺得說 這個108課 雖然說 利益良善 很多 很多訓練的方式 或者是 課程的改革 都是這樣的好 但是會不會適合我 也就是精英教育的一個 批判 或者是一個 意見 就是說 會不會就是 變成好的學生 越來越好 而中後半的學生 反而是 這個制度改變 下面的 這些 可能會 變成說 被放棄的 或者是 跟不上的 這些 就因為這樣的教育感 而對於 這個精英教育的 批評或者是意見 我很好奇 這台上也有 就是 比較優秀高中的 建築環中 或者是 涉及高中的老師 我很好奇 就是 各位老師對於 這個精英教育的 批判的這個看法 那接下來 我也很好奇 就是說 這個大學段 會不會有 學生的程度 落差 越來越大的 這一個 當然就 那剛剛那個 林峰發老師也有講到 這個 因為 因應新鶴剛大學段 的課程 應該要有所的 這個 提出音域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說 這個大學段 的課程 可以做 怎麼樣的 音域 會有一些更具體的 分享 謝謝 這可能 因為我沒有教育 不知道說 我不曉得 就是現場的三位老師 他們怎麼去處理 不過因為我有這樣的學生 是一些東南亞學生 他們可能完全沒有 沒有這個知識背景 那我們要怎麼幫他 其實 剛才風老師講的沒有錯 有時候我們會預設 用有趣的故事 讓他進入那個情境 可是我學生就跟我講 他是泰國學生 他說 老師 我希望你直接給我重點 就像補習班那樣重點 所以 當然我就很驚訝 你不是高中還會用這樣的方式 對他來講 這是他認為最有效 最迅速在短期裡面 可以補充他時序 或者是進入歷史 這個情境的這個方式 所以我想學生的差異很多 我們怎麼樣去 量相 如果說 各位老師提到說 這個沒有時間去交代這個 時代曼以後 我怎麼有辦法去進入到專題 或者是 或者是主題式的教學 所以剛才 趙翔老師有提供的一個 好像我的方式 現在也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時間有限就對了 可是學生 他有蠻多時間 尤其現在大學 其實 我們念大學的時候 這個 必修學分 可能是 以歷史系是128 外文系是100%幾 可是現在很多大學 都把必修課降到大概剩70幾學分 他希望你去培養第二專長 或者希望你去發揮 或者學習更多的時間 所以 我們老師利用有限的時間 我們以大學來講 我們大概只能講一些重要的觀念 最重要還是培養他們 應該說研究的興趣 那我們在因應新課課 這種時速壓縮 剛才趙翔老師也講到 老師一定要改變你以前的方式 不然你講得很快 你一樣想爬路 開高鐵直達車一樣 從第一分鐘講到最後一分鐘 覺得我能講 學生也不曉得怎麼吸收 因為時間有限 你不能塞太多知識點 而且現在考試 也是在用過去那種 考基礎知識的方式 所以如果老師們覺得 我的學生可能對於時序不熟 或者他對我的部分不熟 其實像我們大學方的Moodle 我不知道高中怎麼樣 我會放在那邊 讓同學去看 就像我們這本論文集一樣 有主要的論文 下面還有延伸閱讀 所以我們的策略 基本上是告訴學生說 比方這旁課 我們也要有教學的重點 學生你再加上學 學生你再加上學 不熟的話 我們會放在Moodle 或是放到 以前我們是放到 也許FBL這個社群 把一些補充的東西給他 對老師來講 會增加很多困難 因為不知道這個學生 跟那個學生差異是什麼 它需求是什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 針對這個 沒有時間去交代實在的脈絡 或者是我們怎麼去補缺 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老師們就看你們的學校有沒有 類似的這種教學空間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我們就自己用FB去成立教學社群 這是一個 另外 老師會覺得選修的歷史 因為以前我寫過選修歷史 就是比較傳統文化寫的寫法 那老師們可能會覺得說 上起來 談這個新興 感覺到沒有像現在談 不管是談族群 移民談女性 都是在談衝突點 在談好像比較 比較 相較以前的這種 發明本期的這種課題來講 似乎不是那麼樣的舒服 可能對了 老師來講 那應該說 剛才周老師也提到 其實我們為什麼學歷史 就是不同的時代 對不同的問題丟出來 那不同的問題丟出來 勢必讓這個歷史學家 他必須改變他的視野 那到底學歷史 如果將來 像有一次我們在 座談會裡面 有一個地理的老師說 他們自己的系上都不採集社會科 你的地理系都不採集社會科 那你會期待學生去讀地理嗎 或是怎麼樣 但是對他們的社會是 我是講學生 所以各位 歷史在改變當中 對不對 一個制度的改變 我們歷史老師如果在教學的方式沒有改變 或是我們關注的主題沒有改變 其實我們自己就變成歷史了 你就讓別人研究你 你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說 像剛才幾位老師 有個像莊老師 他們是 我認識的莊老師裡面 算很積極的 而且他們 有些是還負責行政 然後他們會有 也許是 制度的 也許是個人的 這種 這個社群 我覺得 我們常常講的讀學都有 多了 自己當大讀過真的很累 我們在大學只要背一門課 可是各位老師 你不是只有背課 你還要面對家長的壓力 還有學生 學了半天 考試成績很差 然後 接著會質疑你 我學真名課學了三年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 建議老師們 其實是可以多跟 多跟你的 志趣相反的 或者像這樣的場合 如果有機會 就是 跟幾位前輩 或者是年紀少少的先進 跟他們也許多多請教 因為我想這樣子的話 會讓自己的那種 教學的突破步驟感會少很多 十幾年前 可能現在大家都不記得這個人 這叫溫世仁先生 他已經過世了 他有一次在訪台 過時間 他就講說 電腦的改變 一定會改變 那時候還不像現在 這麼多的網路資源 電腦的使用 一定會改變學習方式 那老師在有限的時間 你絕對 如果我們遇到這個學生 是比較積極的 他可以在網路上 找到非常多的東西 那如果不積極 像剛才老師的方式 我就逼你要去做 這個方式 所以溫世仁先生 在十幾年前 他就想到說 老師一定要把自己變成 一種 不是在傳道 一直在講 像剛才老師提到 對啊 去年我們也是要線上教學 結果學生簽到之後 他可能就睡著了 但是我們當然有那個軟體 就是學生每個人都要出現在螢幕上 可是我們也不忍心 因為他其實睡得很安詳 所以就算了 不是我到 下課他記得起來 之後我們下課就算了 那我覺得疫情是改變了很多 那高中間我不想 大學的人是怎樣 又變成是用線上上課 那我覺得 用溫先生的話來講 老師其實可以扮演一個好的 就是解惑者 那過去我們一直單向的 把我們在書裡面的知識 用最有效的方式 以為學生可以全部記住 考試考很好 那學習方式的改變 可能老師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過去我們把課本的重點整理好 然後補充資料給學生看 或者講一點學生 學生可能會講 這個老師好認真 好用功 可是如果因應這種電腦知識 或者是網路資訊的發達 我們可能要稍微調整自己的方式 那這個比過去的單向的傳輸 或者傳授的學習 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心意 那應該就是找 像排上幾位前輩 或者是幾位師友 我覺得來分擔 分擔一部分 不然一個人要去面對 從高一到高三 像我們大學我覺得還比較簡單 我們只要教我們專長的領域 可是高中老師他是要從台灣 中國是叫世界塞教選修 那是十八班旅都要具備 所以這是簡單為第一位老師的問題 剛剛提到說 主題是要怎麼教學 我想如果用個人的想法 我們會覺得說 這就是你那個學校的教法 曾經前幾次 我有很多機會去幫忙去考老師 就是我們要去 學校邀請我學校評審 也就是說是三個老師都覺得 這個老師教得好 那我就介紹他怎麼教 他很厲害 他就說 大家知道現在去考老師 都是挑最難的 也就是新教授 這樣子 你才能夠當我同事 我就挑我不會教的 看你怎麼教 的確主題是 他是跳躍 那有一個老師真的很會教 他一開始就給你寫假 就那個時序 大體上我們現在談的 這個是在這樣的幾個 時代脈絡底下 他發生的事情 所以說 的確第一個 一定要給他一個 比較適當的一個交流 讓人知道說 原來他是在這樣的情境底下 發生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 那當然我們現在 因為您的問題 讓我們來想 為什麼這種教導 不同的老師 不然也是教所謂的 潛山資源 或者社區高 當然覺得他教得好 其他背後有一個就是理解 歷史他真的 真的他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學問 過去是過去 現在是現在 他中間會有延續的變遷 那在這個過程裡 就是很複雜的一個關係 但是我們希望你 不是只是記 好像一個蛋糕上面的一顆 葡萄乾 你看到他底下的那些 不同不同的布丁 底下跟他產生史他的觀點 這就是時序架構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義 那歷史教學 它真的是一個複合性的一個學問 它不只是歷史 它也包括教育 那如果我們要讓他學人學得好 都請我們每天去看看 你在教育學的講些什麼 譬如大家都知道 什麼的學習金字塔 學習金字塔就是 一個美國人做實驗 他說如果我這樣用這種不同的方式 他是教學生兩個禮拜之後 我問他他記得多少 那最上班就是記得最少就是講述法 那講述法因為其實就是獨白 不是說我們不喜歡 是因為 因為我們是也當過學生 真的覺得真的 真的真的 他還要理解 所以有時候你只是記的話 其實真的不容易了解 到底他在講些什麼 那最高是什麼 最高是分享 也就是說 當你能夠去教別人的時候 你已經理解了 那你很可能很難忘記 所以說 其實 剛剛談的這些 其實背後不是所謂的精英 或者是社區的不同 其實背後還是學習的主題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學習這件事情 當作一件事情的話 我們怎麼去幫助我們的孩子 那所謂的 的確 聰明的人真的是學得比較好 聰明的人也容易分心 聰明的人也不會選擇 然後覺得你這些科目 沒有什麼價值 會不靠 所以 的確 它是一個開放性的場域 那 教育之所以 有價值 就是它會流動 它會刺激社會流動 我們如何去培養精英 的確 新科班 的學習 真的是一種精英教育 當然也可以看到 這次疫情 讓台灣忽然間意外的重要 因為台灣很高科技 所以這似乎是我們必須要走的路 那的確 如何讓我們的孩子成為精英 這應該是我們的責任 那的確很多老師都在想 那應該已經是教學要改變了 如果你不想去改變 那時數都是這樣 如果你要抗議 應該是在科剛還沒公布前就要抗議 這個才有用啊 那現在如果已經通過了 一定是想辦法如何去彌補這個game 那的確 它不是一個人的事 那可能是你這個科的事情 我們怎麼樣一起來一起做 那當然是社群也不會跨銷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改變 它不是只有教科書而已 那整個風氣都改變 那這個改變當中你在哪裡 這很可能是我們對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今天來參加的一個省施 不然的話其實它就是一個辣 過了就過了 但是會很多人就留在裡面 那這很可能是 如果從聰明老師想說 不要讓我們自己守著歷史 或許今天大家來參交與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覺察 我分享到這邊 那剛剛有位國中總辦 他講的那個就是出題 那其實我們在重誠的過程中 就有一些審查組員 就是說希望要出到未來的會考的樣貪 所以我也覺得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現在新版系作本 但是那個參考出版社的四體券是另外一回 我講的是審查過的內容 可能可以做參考 那至於你問我 有沒有老師問到108課 剛剛對我的直接的感覺 我說實在話呢 我覺得108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影響 就是不管是老師跟學生呢 都需要很會做時間管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學生其實裸體也很大 像每個每個老師都會出一些作用 那老師的裸體也很大 因為像我自己編寫的那些自己的背課之外 我都必須在寒假 就把它完成大部分的東西 然後才能夠開學後 比較有充裕 去做一些課程上的那個挑戰 所以事實上 這是可能是新課剛剛一開始 表面上內容上沒有想到的 對我直接的感覺就是 那學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會出現它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他可能 因為很多科老師 包括什麼意思 我還想剛剛老師講的 有些課程有些學生根本就 他覺得他有得吸引那個 不算社會課 讓我們社會課老師是很尷尬的 那以上分享謝謝 我想剛剛莊老師跟莊老師都回覆了 說板中跟建中文老師的想法 那我想的太多 也許你再多的老師們都想看 其實我覺得是 老師然後家長跟學生的心 還有一些做法的問題 如果你一開始就把自己想成是這樣子 譬如說老師就覺得 我就教這個程度學生啊 我當然我就教就好了啊 然後學生又把自己貼標籤 我就這麼爛啊 我就這樣就好了啊 那其實我們過來各種學生考試 就國中檔案會考試 直接過來跟大大也好 那為什麼要再考慮大學的 學生的大學生 多科考試呢 如果是有不同的階段的考試 那這個考試 其實是他有機會再去做調整 所以我認為印花剛剛 絕對不是單純的精英教育 雖然剛剛好說說 他有精英的部分 這是事實 可是如果學生願意去跟著改變 就像例如剛讀帳 有的學生就怕我選 他會比起的算法 我不管念理工學群 我不要念歷史 OK我也可以接受 我今年教高一 也遇到那個學生 高一他就說 我後來就不要念相關歷史 我歷史就爆掉了 真的後來也被大標了 無所為啊 那他的事情 他又不配合 我不會尊重他 是他自己選擇不配 但是如果老學們自己的心態也這樣想 那當然你的教學也只有這樣 我記得之前有一次在參加研習的時候 東吳的那個名詞教授講的話 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就是到這個時代印發過吧 如果你一個老師 你還把自己當成是知識的翻譯過 這個概念繼續把你知識從你自己前學的 書上看到了 就這樣圓崩不動的交給學生 那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你要做的是 就是剛剛東吳教授講的 還有中訓教授講的 你應該是要做一個解惑者 一個引路者 那這樣的話 就不會只有精英 你把它從中間程度拔往上幹 他會變好 而不是永遠都是在下面 當然他會因為他的學習興趣 也許他真的就是不喜歡你這一課 可是他會因為你某一些的操作 他會變成對你某一些東西有興趣 不會懂得或不喜歡你 像我剛講過遇到一些學生 就是練習中科 我不喜歡 在當教授 但也有提分是 被我壓迫之後 我跟他講 這會有點幫助 至少你在 你為了考自然理科的時候 也有提幹很長的題目 你也可以學著理解去閱讀 他有沒有影響 所以不見得完全不會不配合 但是如果你一看還會告訴他 你不配合算 人生絕望 你已經買了貼標籤 他也貼自己標籤 那真的是絕望 我認為做一個教育工作的時候 回去教一十三年的書 我很自豪地告訴我自己 我到現在還沒有放棄對教育的認識 我不會對學生當作他是一個 壞學生的書 我覺得其實就是應該 心態上應該要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給這樣自己貼標籤 那我覺得我也不用再教授了 我認為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作為一個老師 我覺得他的心態 就應該有這樣的想法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我已經做過剛剛七八年的七主任 所以我們在甄險的過程裡面都會問說 你為什麼要來念歷實習 那所有高中的學生都說 我有興趣 我說兩百個學生都說 他有興趣 你念了什麼樣的書 結果高中學生大部分回答都非常有限 大概只有念過你四號老師的書 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們大學官增速 這個題目一定會問 就是你那個學生為什麼要來念歷實習 那所以你要告訴他們 你要歷讀 所以我們歷實習的三個核心價值 一個是歷讀的能力 第二個就是寫作的能力 第三個獨立思念的能力 然後接下來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是歷史系 我相信我們大多一個老師都是歷史系的同學 別忘了你們的初衷 我們就是有這個四個能力 有閱讀能力 有寫作能力 我們也有獨立思念的能力 更重要我們也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大學官會面臨這樣的挑戰之下 將來我們大學的課程 可能國悲史會變少 潮蓋史會變少 我們專技史一定會增加 那就是我們不管周鑑老師所講的 就是我們一些溫個壓縮的問題 大概我們現在在中國公史會設計 三到四段 中國公史一 中國公史二 中國公史三 中國公史四 以後 就沒有潮蓋史 潮蓋史會越來越少 每個學校的做法都差不多 就是將來潮蓋史 還有國立史 你不要想說 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史 會大概目前來講 第一個找到這樣的專業老師 所以大部分都會用專技史來做為乞丐 所以剛好跟一零八也滿氣樂的 反正大家都來專 你高中的專是怎麼專 不管我大學班 我還是專我的老師專長的部分 所以以上就是提供給各位 我們的思維跟潛艦 總而言之 這是一個改變的時代 雖然改變會讓人家非常考驗 但是其實改變是進步的一個動力 希望我們在面臨很多個挑戰的過程裡面 我們切實學習成長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